哈囉大家好,我是Phoenix 你知道什麼是遊戲花嗎? 看完這個影片,你就會有基礎的了解囉! 你是否有過很投入甚至沉浸在遊戲當中的經驗呢? 忘記了所有其他事情 甚至忘記去上廁所啊、喝水 只因為... Phoenix,該睡覺囉! 再一回合就好啦! 再一回合! 你已經講好幾次再一回合了! 再一回合就好啦! 這是因為啊,遊戲實在太有趣 太吸引我們了 那如果我們可以把遊戲中這些迷人的元素 抽取出來,放到其他現實的情境當中 比如說對有些人來說 可能對於學習啊、運動或是工作 提不起興趣的話 那我們把這些有趣的元素放到其中 是不是可以讓他們更投入 表現得更好呢? 這就是遊戲化這個概念的出發點了 舉個例子來說 比如說在學校 老師出了一個作業 如果古人有Facebook的話 那像是 比如說莎士比亞或是蘇東坡這些古人 他們的臉書首頁會是怎麼樣子的呢? 讓學生為了要完成這個作業 他就會先去了解這些古人的生平事蹟嘛 或者是時代背景 然後再發揮創意把它完成 在這個過程中呢 學生們不僅會學習到相關的知識 而且呢也是抱著很主動學習 然後也許會很投入很熱情的心態在進行的 像這樣的一個遊戲化運用 在英文當中就會稱之為 Ganification 把遊戲的元素呢 運用到非遊戲的情境當中 Ganification 把遊戲的元素呢 以及遊戲設計的技術 運用到 非遊戲的情境當中 再舉另外一個 Ganification的例子 比如說一個手機APP 叫做多靈國Dulingo 它是幫助我們學習其他語言的APP 那這個APP在設計的時候呢 它就結合了一些遊戲的元素在裡面 比如說像是生命值啊 即時回饋啊 成就等等的元素 那使用者 他用這個APP的目標是學習語言嘛 可是他在當中呢 他其實會得到一些 像是在玩遊戲當中會得到的感受 比如說他覺得升級啊 進步等等的 這樣一個體驗 所以對於這些使用者來說呢 他就更容易長期的 繼續學習 透過這個APP呢 來學習語言 再舉第二大類的遊戲化的運用 這算是比較廣義的遊戲化運用 也就是呢 把一些特定的目標呢 轉化成為用遊戲的方式來呈現 這樣說起來很抽象 舉個例子 舉一些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說像是記帳程式 讓使用者可以養成記帳的習慣 或者說是像是健身環大冒險 讓使用者可以邊運動邊玩遊戲 或者說是邊玩遊戲邊運動這樣子 又或者像是呢 奔跑吧台北 這是政府單位呢 用來宣傳他的施政成果的 那以上舉的這些例子 使用者呢 他在玩遊戲的時候 他其實是抱著玩家的心態的 他希望在中間呢 獲得一些娛樂的效果 可是在同時呢 他又獲得除了娛樂之外的一個效益 比如說是養成健身習慣 養成記帳習慣等等的 那像這樣的遊戲化運用 在英文當中會稱之為 Serious Games 直譯成中文叫做 嚴肅遊戲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議題式遊戲 這類遊戲的設計的出發點 它並不是特別是為了娛樂 它是結合了娛樂之外的目標 在其中的 經過了以上的說明 相信大家對遊戲化是什麼 已經有比較基礎的了解了 遊戲化呢就是向遊戲來學習 我們把遊戲中迷人的元素提取出來呢 放到現實中其他的情境當中 來幫助使用者呢 可以更投入表現得更好 那如果您對遊戲化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讚加訂閱喔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有關遊戲化的影片 我是Phoenix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每次的兒子 來*** 大家 bundle